我今天要提的是M-Quadget的計畫 那M-Quadget是什麼呢? 其實它是一個跨域的概念 那M是沒力氣的意思 那因為它是跟 它相關的背景的話 大家可以在那個Halforder上面可以看得到 那基本上就是 不同的領域之間它 融合起來之後會出現什麼東西 其實 很多人去想說 其實突然這樣講 其實會沒什麼概念 如果要更清楚一點講的話 就是融合的那種感覺 那這樣講好像還是不太對 因為怪怪的 好像只是戰鬥力上升而已 其實不只是這樣子 它還有一種就是 爆漿殺尿牛丸的概念 為什麼? 殺尿蝦跟牛丸融合在一起 會變成是什麼東西呢? 就是非常好吃 那 可是呢在不同領域之間 它的融合是需要 專業的人 需要專業的人 像平均每片牛丸就要兩萬六千八百多次 不挺的到 這是要非常專業的人才做得到 也就是說其實 這 兩個不同 或者是更多不同的專業融合在一起之後呢 就可以出現 三個領域之間的專家 超目瞪口呆的 居然殺尿蝦跟牛丸融合在一起 好 那這樣吃下去呢 就會 以老鼠般有過之而不及 那其實 我們再拉來講說 跨領域它基本上 我們能夠想到有什麼 呃 很明顯的像 3DN1裡面 3DN1跟 醫學的 融合 還蠻多人都可以知道說 像 再造一些 呃 器官股價 或者是說 像股折的人的那種 固定器材 基本上都是 還有Google Fruit 利用 資訊方法跟流行病學做結合 以及 呃 大家可能在 呃 電視上面看到矛盾大對決 呃 還有就是像 呃 現在的智慧型手機也算是一個 非常多領域的融合 那其實GIV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融合的 一個 團體 還有就是像 MVPC 這個圖已經變得很奇怪 就是像 MVPC 它是一個 呃 全球暖化的議題 可是全球暖化其實 可以牽涉到非常多領域 那 呃 基本上 這是一個 類似 Conference 跟Unconference 的一個活動 那我希望就是能夠讓 不同領域之間 能夠做一個 結合跟連結 那 呃 可以做到就是 產生 更多不一樣的一個結果 那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讓 很多人就是 具有就是 讓它的領域開放出來 那 呃 基本上這個呢 因為這個坑本來是 國內坑 後來 不明原因的關係 變成一個 國際坑 那會 挑戰跟 呃 日本方來做一個合作 那 因為日本其實在 跨領域的部分 其實他們也做了非常多的 呃 然後呢 就是也很希望就是說 大家可以 一起來 跳舞這個MVPC的坑 那 那 基本上 坑海為 跳舞最讚 跳更一定有風險的 那 可是呢 就是能夠歡迎大家 來 多參加跳這個坑 好 謝謝